温哥化美生活 哈喽大家 哈喽大家 我们的节目呢 就是分享我们的生活 之前呢 是因为刚搬到这个新家 跟大家分享了一系列买房买房 但实际上呢 我们今年的夏天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啥呢 回国了呀 回国了两个月 对 因为疫情的原因啊 四年呀 四年没回国了 真的是一家三口 太期待了 这次回国之旅 你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从 机场 就是一出来 当时我回头一看 就是麦的爸爸那脸上 就是我很多年都没见上 没见到他 都笑的 真的是笑 开了花 眼神里都有那种喜悦 就终于回到北京了 你咋没给我拍下来呢 我拍了呀 是吗 对 拍了一张 回头可以给大家看看 好吧 充满了喜悦的光 那可不是回到了 就是憋都憋不住的那种 对 回到了朝思暮想的 故乡是北京 不是朝三暮四 是什么呀 而且这次回国呢 我们带着Matt Matt也四年没回去了 我们带着游历了一遍 那个祖国的各个 我们特别喜欢的几个城市 是吧 我们去了西安 去了四川 四川还去了成都和乐山 哎呀 这两个都非常好 还去了上海 当然 还在我们的大北京 祖吃祖喝祖 哎呀 真的很幸福 很幸福 然后我觉得回去之后 和刚开始 就是设想当中的那种 因为四年了 是吧 就是变成了什么样子 当时还是有一些 也既有喜悦期待 然后呢 回去之后一对比 也发现了很多 不一样的地方 也有很多冲击 是吧 对 就是因为我们 还没回去的时候 就有朋友跟我们说 说 这边在国内 大家已经基本不用现金了 我想了想 其实在这里 也不太用现金了 对 就是方式不一样 方式不一样了 就是时代的发展 现在比如说像 像我们用苹果手机的话 就在这边的话 就是Apple Pay了 回国的话 基本就是微信支付 对 然后支付宝 对 很方便 因为在北美这边 主要是信用卡体系 优来已久 大家都很习惯了 所以很多都是基于信卡 上面的支付 对 然后呢 但是呢 这边因为它 的确是这个比较 各种人都有 但有的人也还是就喜欢拿现金 对 我也见着我们出去打球 或者去哪 比如说我们去麦当劳 给麦特买个吃的 前面有人去买个咖啡 开车 Drive四路 排万天队 到窗口 给人俩钢伯 拿杯咖啡走 对 也有 就是大家的一个习惯吧 我觉得我们的华人 可能是还是喜欢这种电子支付 对 主要在国内 这方面相对 真的是比较发达 因为现在不管是电子支付 这次回 你看 所有的景点 门票的预约 全都在网上 是吧 然后呢 包括我们去 这次去西安 西安那陕利博 那简直太网红了 是吧 对 都得在网上抢 我们一家 好几口人 包括带着 麦特的奶奶 包括很多 我们自己的家人 那一起去 就想抢 每天到点 所有人手机就抢 到最后 就麦特妈妈手机好 就抢到了两张票 对 所以就 爸爸带着麦特去了 然后我没去上 那个山里博 对啊 就我带着麦特去了 一趟山里博 人潮汹涌 那真的是 里面的东西太好了 太值得看了 就是我们以前 很多在课本上 教科书上看那些 在那 能看这真的东西了 哎呀 真的是好 因为我没看着 所以我不知道 是真的怎么好 但所有的景点 都需要抢票 都需要这个微信预约 因为很多 很多呢 就可能是 我们真的是 四年没回去了 我觉得这也是 一种变民措施 而且很多也票价 都就不要票 或者很便宜 但真的是 这个抢着也挺费劲的 而且我觉得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就原来我们像 进到一些 就这样博物馆的 还有一些公园一类的 我们可能会 想我买票 或者是拿着票入场 现在完全不是 就是刷身份证 就只要你一刷 这身份证 然后各地的景点 你就直接进去了 好方便 对 我们也成了原来 自己眼中那种 土花桥 因为我们原来在国内 很多海外的朋友 回来就是 都这样了 都这样了 因为真的是 中国的变化特别快 几年就有很多的 新的东西 比如说这次回去 一上路一开车 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很多车的牌子 已经不认识了 以前都是一些大牌 以前都是一些什么 传统的汽车品牌 现在有很多汽车品牌 我还想 车的牌子 我就开始脑误了 我说车的什么牌子 你的意思是 我不识数了吗 对 我以为是车牌号 没有 很多车的品牌 因为出了很多的 新能源的车的品牌 真的是 就这几年 满大街全是 对 这次四年不见 就跟满大街 都是各种新能源汽车 那些品牌都不认识 是吧 当然我们 家里也添了新能源汽车 是吧 也开了开 感觉也还是不错的 然后去打各种 网约车 也很多都是新能源车 真的是不一样 我们家亲戚也买了一台 就是新能源车 然后也都是那种 可以就是 直接叫他说话的那种 对 说话 打灰了 对 小白兔一类的 给他起名字 然后你一叫他 然后他就出来了 然后他就问主人 你有什么要求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要去哪 或者问他 今天天气怎么样了 反正播放刘宝瑞相上 都行 就跟手机的 Siri 小度一类的 还有我们因为 这次回子在北京 住在义庄 然后义庄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 叫萝卜快跑 对 真的是无人驾驶的 网约车出来了 Math跟姐姐 跟什么一起 可高兴了 直接打萝卜快跑 因为他现在在测试阶段 所以特别便宜 但是好多人都是 也很难排队 也是很难 但是试的过程当中 现在他叫号称 无人驾驶 但是因为他是在测试阶段 所以其实旁边也坐着驾驶员 就为了方便 但是他手基本上不操控键盘了 对 你就看着一个司机坐在方向盘面前 除了不开车都像个司机 对 反正各种新鲜东西还是挺多的 在各个地方也是这个 又看到了我们久违的人潮 哎呀 说到这个 就是我们因为住在温哥华 住在北美这边 真的是人太少了 然后去到哪呢 你都就是 尤其是现在我没有住在乡下 就觉得周围哪有啥人呢 就觉得冷冷清清的 然后一回到国内 我就觉得太舒服了 天气也温暖 然后人潮汹涌 真的是尤其是第一周的时候 觉得太开心了 我就喜欢人 我就喜欢在人群里晃荡 甚至都回去还想坐地铁感受 我们也确实坐了 哎呀 觉得就是那种 暖和吧 就是大家拥挤的那种 也是一种幸福感的 就是因为你 其实很久不去做这个事了 然后你就觉得 他带着喜悦 带着兴奋 然后还带着一种久违的一种亲切感 好吧 但是说真的 过了差不多 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吧 我们不就是去西安了吗 去西安 我们到带孩子去看兵马俑 去博物馆的时候 哇 真的就是因为人太多了 天气又挺热的 你想七八月份的天 今年真的是格外热 格外热 你就觉得 真的是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 哎呦 人潮也不要太汹涌 那免费的桑马 都快 真的都快虚脱了 在里边 这个很正常 你这个夏天到景点吧 是吧 都很正常 其实我想表达啥呢 就是说 你在冷清的 人少的地方住久了 你腻外 你思念那些人潮汹涌的 幸福的被包裹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时间长了 生活在那儿 你又怀念冷清 所以就是说 就没合适时候 对 也可以这么说 人的贪心 就像我们旅游 就像我们旅游也一样 大家说就是你 旅游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你住腻的地方 去到别人住腻的地方 不就是这样 对 所以经常到处跑跑 等于哪都住不腻 就很幸福 对 而这次呢 我们去了好几个地方 真的是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们这次所有的旅行 做的都是高铁 对 为什么选择做高铁呢 就是让 曼能够通过 在旅途中通过高铁 能够看得周围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从北方 然后呢 比如说到 从北京 经过郑州 过黄河 到西安 再从西安 穿过秦岭 到了四川 我觉得这整个这一路 包括从北京到南方 到了上海 这高铁 你真的能看到中国 中国这个 这个 幅员辽阔 各个地方的这个景象都不一样 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觉 对 每个城市啊 包括每个地区啊 那种山川啊 河流的这种交叠变化 说到这个我想起来特别逗 就是因为我们中间 不是去过一次上海 然后因为我上海 有同学在那儿 当时我们 我们是住在浦东 然后呢 同学在浦西 然后他就 我说我要去浦西找你 你不要过来找我 因为我想去浦西那边看 看一看 因为我曾经也在上海 生活过一小段时间 所以呢 他就跟我说 他说 你坐地铁过来 因为坐地铁很方便 我就很执意 我说我不坐地铁 我一定要打车 其实他不明白 他以为 因为我的那个同学呀 是属于那种 其实生活条件非常好 但是他呢 就属于那种 特别环保的那种 过日的人 就是非常有环保的 那个就是想法的人 他觉得这种低碳 然后这种出行方式 他认为是非常先进的 一种理念 的确是 然后我就坚决 say no 我说我一定要 你就不先进 我一定要坐 打车 我要过去 其实我 他就是找不着路 他就懒得找路 完全不是 因为我就是想坐在车上 我可以看看 周围的风景 我如果地铁的话 我就啥也看不见 就跟我们让Mate 坐高铁 去全宫各地旅行 是一样的 你飞机一到 明白了 其实你 明白了 我误会你了 我还以为 就是想多花俩钱 省点事 对 后来我那同学 当我拒绝他 我说我不要坐地铁的时候 他 因为我们是特别好的 我们是中学同学 你想多少年的同学了 他直接就说了一句 好吧 随便你吧 我当时我也没有解释 但实际上 我就是想看看 城市的变化 好吧 因为打车和坐地铁的问题 断了交 完全没有断交 聊得很开心 好吧 真的是 真的是这次在北京 还来说北京 在北京 那真的是人很多 但是耳边听的都是熟悉的话 感觉孩子就是不一样 尤其是吃 是吧 当然 那当然吃的 那各个地方都各个地方好吃 咱们就先说一个 在北京的第一顿早餐 第二天早晨的第一顿早餐 吃的是天星剧的包子 卖的因为当时上幼儿园的时候 一直在吃 然后现在这好几年没吃了 一口包子下着 看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哎呦 那包子差不多有这么大一个吧 卖的那个早餐 那天早餐吃了八个包子 吃顶着了 还有还有那个叫什么 那个炒肝 对炒肝 对啊 吃了炒肝 还吃了八个包子 北京孩子 回来吃完了之后 已经感觉不能动了 北京孩子 有关吃的真的是太多了 我觉得我们会单开一集 给大家讲讲 在这次回去吃的东西 哎呀 从北京到西安到四川 对 其实我觉得 就是回国呢 真的是挺兴奋的 然后我们也想跟大家说 就是回去 如果想给大家带一些伴手礼的话 其实我们也有非常合适了 就是您不用从这边买 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在中国有过仓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对 我们好朋友 就是也是一个品牌的创始人 赵新 他们开发的这个就是 淡单的 野生海参 对 野生海参 可以作为伴手礼 然后就是 我觉得减少你行李的重量吧 回国还有就是亲戚朋友送一送啊 觉得还是蛮好的 因为它是那个正规进口的 在北京有货舱 还有礼盒 然后呢 这次我们也去 也是回国之前就订了一批 对 然后到北京呢 拿着这个加拿海参礼盒 然后送给朋友 这次见的朋友太多了 四年没见 太多的朋友要见 所以有 对对送出了不少 然后大家品尝的效果 感觉一定一直都很好 它有不同的档次 也有不同的这个产品线 让大家有需要的 可以跟我们联络 好 好 那就我们这期差不多了吧 好吧 下期我们重点给大家说说 我们这次回国吃的好吃的 各个地方的好吃的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下集再吃 好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支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